Amen 感谢主 Amen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尽快回座位 Amen 我们刚休息了一下子 我们现在再来眺望灵 Amen 我们才一同翻开四个恩本 补充本 三十一首 Amen 我们一同翻开补充本三十一首 赞美主是平安祭 Amen 祝祢是平安祭 我们安守于祢 祢的世事我请祢 因为祢我是义 众生欢聚会目的 以祢向神先祭 同步是何相守你 同步有何人比 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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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联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我能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遇了满意 距离全群交通天明 平安永远天明 换记心相识神心 书记交了满意 去词在献平安静 全时基督知己 救主的心和狗心 我们适合不应 如此享受真可惜 没同我们聚集 高通和美 联系合乎 神轮动的宝珠 喜乐阴阴平安处处 生命争无反忽 每朝只有罪感美 长鲜贵胜卫围 标记的胸和宝贝 全体即使受惠 不教兵同聚击退 存全有人宝贵 公子即使受无愧 不奔罢奸全卑 赞美基督是平安处 是谁人满意 去的全群交通天明 平安处 愿坚定 向左耀其合丰富 去漂 무엇或济堵 以爱微饒且招呼 使我超越多数 为卓取喜和宗主 描绘圣天救助 使我有恩于使徒 我出他名物 在美几度是平安心 是谁与人满意 与一群群交通严密 明安永远千里 这些众生去一趟 几度爱言报仓 如此相送成无数 带来交通无量 青春感恩来歌唱 因主恩典胜光 为世俗世的宣传 愿将全能献上 赞美几度是平安心 使生于人满意 距离一群群交通严密 平安永远千里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我们一同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导读 阿们 天圣众生于人满意 阿们 阿们 是 基督爱愿宝藏 阿们 是 我们保证基督爱愿 阿们 不是享受真无双 对 是 享受真无双 阿们 带来交通无量 阿们 是 我们是从感恩来歌唱 阿们 阿们 是 对 感恩 心来歌唱 阿们 应主恩典升广 阿们 是 应主恩典升广 阿们 是从主得选战 阿们 所以 主旨得选战 愿将全能献上 阿们 是 我们愿将全能献上 对 我们愿将全能献上 阿们 阿们 我们再唱一遍 阿们 父助 祢是 平安 祢 我们 爱 守 与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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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豐富有何能力 赞美基督是平安心 是谁人满意 距离全群 替我同愿命 平安有愿见 恶久弟兄 距离全群 替我同愿 赞美基督是平安的真 宝血共享用监力 生全我向安宁 我们放胆起松城 和平皆协议成 宝血共享用监力 我们黯然跨身 赞美基督是平安心 是谁人满意 距离全群 交通天明 平安有愿见的 三姐姐妹 凡计新乡使神喜 数计教人满意 去此再献平安计 全是基督至极 救主人性和柔性 我们吃喝不宜 如此享受真可喜 每逢我们聚集 交通和美 宴喜和富 神人同德保足 喜乐迎宁 平安处处 圣明正不欢呼 世杰 内藏只有罪感美 唐县归声回味 妖精的胸和宝贝 全体居士收回 五角比恐惧 五角比恐惧击退 春圈有人抛回 春圈有人抛回 风刺今世又无悔 五分八千全备 赞美基督是平安心 是神余人满意 五角比恐惧减 距离全群秀通天秘 平安永远千里 五角姊妹 胸座交际和丰富 欲表复活基督 以爱围绕且照顾 使我超越脱俗 使我超越脱俗 腿座举激和充足 描绘升天秀足 使我友人力是福 活出他命无物 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使神与人满意 满意 距离全去 交通甜蜜 永远 六角米同 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 几堂 几度外眼保长 如此 享受真无双 带来交通无量 新春感恩来歌唱 因主恩典圣光 为世主持的现场 愿将终能献上 赞美基督是平安祭 使神与人满意 继续全去交通甜蜜 因爱永远坚定 丁佳姊妹 请坐下 好 阿妹们现在我们到了 这个考试的时间 这次我们请中区的丁佣姊妹 请中区的丁佣姊妹 到我们的这个 两侧的台前 很谢主 我们进入到第五篇 麻风得捷径 这边很清楚告诉我 麻风表征从人里面 发出严重的罪 就如同故意犯的罪 还有任意妄为的罪 还有定义顶撞神的罪 这边有几个事例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米利岸 还有迦哈西 还有乌西亚 你们的事例中 我们看见 麻风起因 就是背叛 背叛神的权柄 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背叛神的法则 以及背叛神的经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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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背叛 因此麻风至表真罪 阿们 阿们 那圣经中 第一个罪的事例是 撒但背叛神 因此背叛的罪 是由背叛的天使长 露西佛所发明开创的 在以赛亚十四章那里 撒但他心里说啊 有五个我要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心以上 我要高 我要使自己 自己与至高者一样 这是他的背叛 那至终这个罪 这个麻风 经由亚当一人 进到人类里面 那罪即进到人类里面 就从人 发出 人里面 发出许多的罪行 就是许多的背叛的彰显 因为罪借的一人 入了世界 阿们 并且借着一人的悖逆 我们众人都被构成了罪人 阿们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段落 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 患麻风者 代表堕落的亚当子孙 他们都是患麻风的 聚会中感觉没有那么深 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发觉自己 真的就是像这样的一般人 人在肉皮上的肿块 或者是火斑 是麻风的记号 表真能表现于在外的任性 与人不和 还有骄傲和高抬自己 真的很蒙光照 然后第二点结论是 六月记十三章的二十四二十五节 这边的光景表真 得救的人 凭肉体行事 我们没有得到免疫 像他脾气 称于自己 不肯赦免人 都是属于麻风的征兆 阿们 赞美主到六位基地 十四章就讲到这个 麻风该如何得洁净 然后这个神在基督里 已经成为为我们预备 并成就之丰富 在救命里面 这个祭司要叫人得洁净 需要准备几样东西 需要准备两只洁净的活鸟 香薄木 珠红色线和牛西草 并要瓦气成活水 感谢主 在这就要离基督事那 经过种种过程的包罗万有 也是我们得洁净所需要的一切 两只洁净的活鸟 乃是基督的御表 基督是洁净的 没有任何的玷污 并且满有生命 所以能飞翔在地面之上 所以这鸟表真 基督是从诸天而来 并超越地的 被载的鸟表真定十字架的基督 他为我们死 使我们的污秽得以除去 比前二章二十四节 他在木头上 在他的身体里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 就得以向益活着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医治 主为我们定了十字架 除去了我们的污秽 甚至医治了我们 是感谢主神医治了我们 我们的第二 神预表第二只鸟 就是说 叫我们脱离我们 他的软弱 从他里面脱离了他的软弱 香伯木呢 是表真说基督的尊贵 叫我们基督是成为这个 这个最微小的 从这个植物最微小的植物里面 表示他的何等的 成为人的样式 他何等的微小 做我们的表率 感谢主 阿们 那这一切 表真主为我们的麻风 得多洁净 降卑自己 成为一个标准高 而身份低的人 我要实行神的旨意 在石架上流血救赎我们 而在他的复活里得聋 成为尊荣至高的主 阿们 那麻风得权益的人呢 人需要在神面前求洁净 表真有麻风罪的病人 虽然因着里面神圣生病得了权益 还需要在神面前对付他的短缺和玷污 使他能得洁净 我们寻得洁净 乃是与神的恩典和爱合作 阿们 祭司吩咐人 用瓦器成活水 将一只鸟载于其上 正瓦器就预表主耶稣的人性 瓦器里的活水 预表神永远的灵 鸟要载于瓦器里的活水上面 表真主耶稣要在他的人性里受死 将他自己交给神 却让他里面永远的灵释放出来 阿们 记载于立位祭十四章六至七节的四 这表真主完全的救赎 不仅使人客观的在地位上来得洁净 并且使人在圣灵里主观的经历主 在他尊贵 罚高而卑微的人性里的流血受苦 并经历他的死 复活 升天和德荣 这些都包含在两只鸟 香薄木 牛西草和珠红色线的意义中 阿们 所以这些就说出主的救恩和捷径 就是我们都需要他所示的各方面 并且他所经过的过程 那并且呢 从他的成为肉体 还有人性生活到定时日假 复活 升天甚至德荣 这一切过程都是为着我们的捷径 所以阿里路亚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需要是何等的大 但是他捷径的工作又是何等的透彻 又何等的完成 是我们不仅被耶稣的血所洗净 更是藉由他一切的所示 以及所经过过程 能够得完全的捷径 阿们 所以说我们永远无法忘记 我们这个 我们已经被羔羊的血所捷径 为此我们要感谢主 阿们 所以那基督的升天 是由活鸟在空中所飞翔所表征的 那把活鸟放到天液里 也表征活了基督 使得了捷径的罪人 不仅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 也经历他的升天 那基督的救恩 所以基督的救恩是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 不光是点火我们 叫我们复活 更是叫我们能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这就是他完满的捷径 完满的救恩 哈利利亚 赞美主 阿们 是我们除了需要经历基督的使父和升天以外 还需要对付并各顿我们老旧生活和天然的一切 阿们 而我们全身上下的毛髒就表示 表真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花药 所显扬的地方 是荣耀尊贵美丽 还有天然的能力 这一些都是我们本身的难处 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 来让十字架这剃刀 来对付我们的吉 以得着捷径 阿们 阿们 就像刚刚所说的 这些头发 骨须眉毛 全身的毛 都是我们本身的难处 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经过十字架 就是拿剃刀来对付我们吉的各方面 当我们一无所有 一无所事的时候 就是解禁 我们不仅要经过这个十字架 还要凭着那里来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来彻底拒绝我们自己的吉 然后呢 为着基督的身体的缘故 我们要彼此来分享基督 阿们 阿们 患麻风 麻风病患需要警醒七天 然后需要剃去全身的毛 那个全身的毛就是表征我们天然的能力 办法主张 然后我们需要耶稣这十字架的剃刀 来了结我们全能的部分 就是天然生命和日常生活 然后我们也需要每天 认真的对付我们的罪和天然的吉 我们就得罪 解禁 阿们 阿们 在立位记 在立位记十四章 33到57节里面讲到房屋里面的麻风 阿们 这次预表 照会当中的罪行和邪恶 阿们 那祭司呢在这里是表征主或者他的代表权柄 祭司来查看房屋呢 不是为着定罪乃是一种恩典 为着使人得医治 阿们 那这个房屋被封锁七天之后呢 要祭司要再去查看 然后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 表征经过一段时期 完整时期的观察之后 如果照会的难处还继续的发散 就要把那个卷入难处的信徒呢 从照会的交通中挪开 把他们视为不解 就好像是外邦人一样 阿们 这样做呢是为了阻止这个麻风 这个疾病呢再扩散 是为了要消除那个疾病 阿们 对 在比前二章五节 提到说我们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鼠林的殿 所以这个圣徒照会就是活石 所以有灾病的石头被挖出来之后 还需要用别的石头来地补 填补那个空隙 并且用那个灰泥曼房子 那这表征对主恩典工作的新的经历 来更新照会 使照会生活有新的起头 阿们 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人会患麻风 教会也会出问题 保守我们 如果说不再发罪的时候 这个教会就洁净了 如果还罪还在当众的时候 这个教会就要关门了 因为已经不彰显神 所以看见这个消息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需要对付的 最后神给我们有路 我们是要借着基督的宝血 和永活的那灵 我们操练那灵 所以能捷径我们的教会 捷径我们的这个人 也捷径教会 使这个教会成为神与人的居所 乃是个彰显神的地方 感谢神给我们有路 我们需要超练灵 取用居座保血 胜过仇权攻击 阿们 来到这边 一一来就看到两位总管 是我们的亲职团的 一同佩搭的 然后又看到我们朱东周弟兄 第一个上台分享 阿们 非常的喜乐 又看到这个佩佩跟胖婷 上来考试 这个都是我们 今年我们亲职团 弟兄姊妹知道吗 我们亲职团 新北市的 我们总共有46位 46位的亲职的弟兄姊妹 韩服侍者 还有一位小baby 大概八个月 我们一起去美国 参加这个夏季的训练 那46位里面扣掉服侍者 6位 大概算40位 40位里面有32位 是第一次赴美参加夏季训练 你看 我们这一团真的很有价值 一回来 你看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好几位 两位总管就是 在美国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托付 阿们 回来之后就看到弟兄姊妹 在这边有七八位的弟兄姊妹 是在我们这个同一团 一同一享受组的 所以看见这个组的话 你越吃就越得着加力 你就在这里享受组的这个 甜美的贡寓 所以我们接下去要来看 这个过节 就是这个节期 就是第八篇 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篇 我们把这个篇题同声来宣读一下 安息日 安息日 逾越节 逾教节 阿们 好 这边总共有三个重点 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安息日 第二个就是御夜节 第三个 逐教节 阿们 那在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呢 弟兄们是很有负担 告诉我们呢 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过节 我们需要向他守节 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摩西跟法老王啊 在那里争执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要出道旷野 向神守节 这就是向这个耶和华神来守节 就是我们在对他的敬拜中 来这个享受他 并且向他守节 所以何等的重要 我们向神来守节 应该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子民 我们的一个首要的托付 神不是只是为了要救赎我们 把我们带出埃及而已 他乃是要我们这一班神的子民 成为一个团体的见证 来向他守节 就是在对他的享受中 来敬拜他 来得出真正的安息与满足 这就是我们神所要的 这个团体的见证 至终成为他的家 真的是让他这里看到 就喜悦就满足 那神安息了 我们才能够安息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篇 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在这个立位记 前面已经看过了这个 这个22章了 到了23章 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节期 就是一年七次的节期 特别还有这个每周的节期 就是安息日 这些都是叫神的子民 与神一同欢乐的彼此享受 得出真正的安息和满足 我们请弟兄姊妹来把第一大点 我们来同声宣读一下 阿们 好 这里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是在到了立位记 23章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1到7章的贡物 已经讲完了 贡物的这个先祭的条例 到8到10章 这个祭司 祭司的体系 祭司的这个条例 也都讲完了 那之后呢 给我们10到15章 看到我们这个人 是不洁净的 我们是这个麻风的 我们是肉症的等等 那这些都对付之后呢 我们就要慢慢来看到这个 过一个甚别 洁净喜乐的造会生活 那过造会生活 至终会带下一个结果 就是节期 所以很宝贝 我们现在就要来过节 我们属地的呢 最宝贝的就是过节 对不对 中国不是有 一年有三大节期 是不是要全家团聚 是不是要吃大餐 是不是啊 没错吧 学生也是嘛 最盼望的就是放假嘛 除了台风架之后就是过节嘛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一年这个全家团聚 其实就是我们的过节嘛 我们都是借着这个节期 全家围在一起 那个甜美 那个安息 那个满足 那真的是就是让这个全家人 更紧密的建造配搭在一起 所以同样的在以色列人 神命定了这个节期 不是别人命定的哦 是耶和华神命定的这个节期 当然我们会说到他的属灵的含义 所以我们来看见 节期就是神跟神 神跟人 人跟神之间彼此的安息 彼此的享受 彼此的满足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享受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大家都蛮累的 但是这个这一篇是过节 好 等一下我们就要吃全羊大餐 好不好啊 烤全羊大餐有没有吃过 有啊 你们都吃过了 你们不是都过了育月节了吗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就来吃烤全羊大餐 没错吧 一家一吃嘛 那吃不完还要隔壁邀一邀嘛 我在花林的时候吃过这个烤乳猪大餐 可以吃好像三十个人 那他全羊大餐他说可以吃到五十个人到六十个人 所以你看不简单哦 不简单 那一吃啊 全羊大餐 你就知道以色列人 人丁是非常非常的兴旺的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吃那个五十人份的全羊大餐 真的我不骗你们的 我吃过这个烤乳猪大餐 我们一个小区就吃那么一吃 哇吃到饱都不得了 大概差不多三十个人 那全羊真的是他说可以吃到五十个人 你就知道那个分量是非常非常的饱足的 所以我们很宝贝 以色列人要过节 西约的圣徒更宝贝了 你天天都可以过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终点 我们请这个弟兄们 使他们与神病彼此 是同享神为他属民所预备的一切 这享受和安息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 阿们 那第二个姊妹 是神子民为了特别专一目的而被招聘的特别军情 阿们第三期 这些圣会表征信徒聚集为兆会 在神面前 并神以此团体的以基督为安息和享受 阿们 这些都是根据这个注解 这三个这个终点 完全都是根据注解所写下来的 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那里欢乐的过节 这的确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享受 就是我们一同的安息一同的喜乐 我们跟神之间彼此的享受 在那个我们享受神的过程中 神更多的分次到我们里面 那叫神得着真实的安息跟满足 那我们也得着了安息跟满足 所以这样的一个聚集呢 不是个人的喔 是一个团体的 是一个众人聚在一起的 那过节啊最怕一个人落单了 有没有觉得 中文常常讲一个人留纸 有纸在外啊 每逢这个佳节会怎么样 对嘛 你看以色列也是要过节 如果一个人过节多 对不对多失落啊 对不对 一定会想我的另外一半 我的孩子 我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人就是喜欢过节 人喜欢来在一起 彼此的享受 就交通交通聊一聊 你都觉得很喜乐 因为那个会彼此的这个供应 彼此的这个扶持的 所以你看这个过节啊 是人人都想的 所以在旧约它这里啊 真的就是这个过节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剧情 不同于一般的是欢乐的节情 每一个人都是双手满满的带来 不是两手空空哦 是双手满满的带来 就是对基督的丰富的享受 彼此供应 彼此扶持 彼此享受 当你过完这个节情 你就非常的得着喜乐 得着满足 你也对彼此 会更为增赏跟见照 就像我们这个亲子团 去了这个几天啊 好像15天 去了大大小小 去了15天 回来又遇到这个飞机的状况 那又遇到台风 又多留了两个晚上 那这个相调再相调 大家都没有这个太大的抱怨 所以就真正经历了一个喜年 一切应兴 万事如意 我们也觉得 一切都在为我们效力 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一团 更多的彼此享受 这就是过节 真的是我们每一位 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深处的可目 不是单单所谓的 这个一般的例会 我们每一年在主面前 应该有一个节期 好像我们这个 现在在这个李迪欧尼师之后 他之前就定了一年 一年有七次特会 就要像这个耶和华神 命定以色列人 一年有七个节期 就是让这个神的子民 能够团在一起 调在一起 不是各自奔各自的前途 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样一年七次的这个特会 特别你看我们今年年初 我们是不是接待几千位 还记得吗 好像六千多位 这是有名有姓的 这是他照程序来的 有一些他是海外他直接 家人就在这边 他是直接过来的 所以很难统计这一些 不过呢 总之总是有六千以上 六七千以上的圣徒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欢乐的过节 大家忙到已经忙到不行了 但是里面却很喜乐很喜乐 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 然后三年之后再来一次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是两千多 你有没有记得 这好像是第六次是不是 是不是第六次 在台湾这个新春华语特会 好像是第六次 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接待两千多位海外圣徒 经过了这个六次 你看现在接待到将近七千位 三年以后还要再来 看是不是到了八九千 你看这个就是越聚越喜乐 越聚越让你忙的忙不过来 但是里面加倍又加倍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我们需要有一般性的这个聚集 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来在一起 有一个加强的 特别的专特的聚集 就是这个过节的一个享受 加倍对神的享受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应该常常要有的实行 好 我们请弟兄姊妹来看一下 第二大碟 第二大碟我们同声来宣读 每周的节期安息日 挑战从神救赎之人 与神并彼此同享和安息 每周的节期安息与享受 阿们 好 先问一下 安息日是周集 再讲一遍 周六的举手 主日的举手 好 谢谢 不举手的举手 好 感谢主阿们 安息日是旧约的安息日 就是现在的周六 周六 那主日呢 我们称它为七日的第一日 所以你看我们的月曆 是不是第一排是红字 最后一排也是红字 对吧 第一排是主日 最后一排是周六 所以你把主日开始算第一天 第七天是不是周六 没错吧 所以安息日就是现在的周六 所以神呢 现在我们的周修二日是神所命定的 记得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周修二日 我古代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是礼拜天还要上半天课 对不起礼拜六还要上半天课 然后工作的时候 礼拜六还要再上半天班 慢慢慢慢调 慢慢慢慢调 现在就变周修二日 完全吻合圣经 这就是的确是神的主宰安排 所以叫我们来过节嘛 过一天半有点差一点点 就是要过完整的两天 就是让你过照会生活 所以两整天就是六更日 一个是旧约所谓的安息日 那一个是新约的七日的头一日 是主的日子 是来纪念享受主的日子 所以这两天就是让你来享受主的 所以要分清楚 这里的安息日是现在的周六 安息日的赤日 他有讲到安息日的赤日 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 这个就是主日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终点 我们请弟兄 第二终点 那边说到神的创造的工作 神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 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 创造了这个人 神就说圣好 然后呢神做完了他一切的工 就安息了 所以下面有一个引经有没有看到 就是创造记的二章二节 来我们同声来宣读一下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 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 安息了 第三节同声 因为他创造了人 神就安息了 那这边呢有树 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再查读 就是神为什么会安息呢 神为什么在前面的创造里面 并没有讲到圣好 只说好 因为在这里神的创造的两大目的实现 第一个人有他的形象 可以彰显他 第二个人可以在地上代表他来管理全地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你就可以读懂 神安息就是他的双重目的达到 只要他的双重目的达到 神就安息 那人有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 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什么时候这两个目的一失去了 神就没有安息 人也无法进入安息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整卷这个旧约 在这个亚当 因为他被造之后 他就进到了神为他所预备的安息 所以人是第一日神是第七日 就是我们刚刚第二个终点所讲的 所以对神来说 他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 就安息了 对人来说 我们的第一日就是来进入神的安息 进入对神的享受 因为神已经造作了这一切 就要像这个父母 刚刚生小baby的时候 弟兄姊妹 是不是先把婴儿床买好 是不是把玩具也买好 小衣服也买好了 小手套小袜子都买好了 最后迎接小baby的诞生 小baby出生之后只要什么 天天吃 天天对你笑 然后天天睡 醒来再吃 是不是安息 不用超凡 等一下尿片我还要不要去买 不用 因为爸爸妈妈 一切都为他预备好 所以当人被造起来的时候 哇 诸天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为着他 他可以享受这一切 他要叫什么就叫什么 他可以跟许许多多的活物一同的玩耍 他还可以管理这一切 你看神就是这个为父为母的心肠 创造这一切 那人出来就只要享受就好了 天天在神面前吃喝快乐 这就是进入神的安息 要像小婴孩一诞生 进入爸爸妈妈劳苦 为他所做的这一切 他只要安息在爸爸妈妈的怀里面 天天吃天天睡 慢慢慢慢慢慢就长大 长大到一个程度 就可以开始为爸爸妈妈分担一点工作 对不对 可以扫扫地 再大一点可以到街上埋瓶酱油 对不对 再大一点可以帮忙爸爸妈妈 沖瓶奶为弟弟妹妹 对不对 再长大一点 你可以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了 还可以回家帮忙加气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来讲 当我们生命还幼嫩的时候 我们是天天享受神的安息 这个原则要抓住 当我们生命长大 他还是一样这个原则 要先享受神的供应 你再来服侍弟兄姊妹 再来服侍赵慧 这一个就是安息日的原则 让神满足这两个 第一个有他的形象的彰显 第二个能够代表他管理权地 所以当人堕落 神又呼召挪亚 所以挪亚又代表神 所以神对挪亚的祖父跟亚当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读这个创世纪 所以一样这个让他管理这个陆海空 做他的这个代表和权柄 然后之后呢 到了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又跟约瑟又达到了这双重的目的 雅各身上这个慢慢慢慢被神的那灵的变化 所以年老的时候 他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是怎样 非常成熟 伸手按法老为他祝福 不是这样伸手跟他要光位 要土地要钱财 他是伸手赐下祝福 他比法老王还大 他的儿子约瑟就代表他那个代表权柄的这一面 管理权埃及权地 权地的人都要到约瑟那里来敌量 你看就是这样掌显代表权柄的管理 到了摩西把这个帐木建造起来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木 神得着荣耀得着见证 这一班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 成为一支军队 你看神是不是得着安息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也得着了满足 天天吃 天天吃 从天而降的玛拿都不用一毛钱 走四十年 血也没穿破 衣服也没穿破 你看真的是神奇啊 因为神与他们同战 再过一段时间 大卫所罗门把圣殿盖造起来 哇那个耶和华荣光又再次的充满 你可以看见整个旧约的历史 神一直在乎这两件事 他的形象有没有被彰显 第二个有没有人在地上 正确的代表他来管理这个权地 所以这个一再就会把它推回到 这个安息日的原则 我们今天要得着安息 不是叫你不做工 不能有这样天然的领会 我只要天天祷告 尝试赞美神哈利路亚 那就会 这会会烦着吗 不一定喔 所以是要祷告 是要尝试 是要赞美神 但是你还得享受主之后 再去劳苦 再去加聚会 你也要传福音 也要在马路上发发丹章 也要按时候去牧养人 但不是凭你自己 是因为你享受主 享受主的供应 因着主的恩典加力 所以你去供应人 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所以看后面就会看到使徒保罗 为此劳苦 竭力奋斗 但是呢他说不是我自己 乃是因着神的恩 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所以我们对安息日这个原则 要非常非常的掌握清楚 不是叫你天天没事干 只要唱词祷告赞美神就好了 那那是一面 没错 但是你还得 因着享受主真实恩典的供应 被他所充满呢 你还要出去去永留生命 还得去牧养人 有时候还会被人家放鸽子 你还会感谢赞美主为他祷告 继续牧养 继续看望 那你不会失望灰心 因为你里面有那个恩典的 是神的供应 好这个是安息日的原则 好我们很快看一下 来第一个小点 我们请弟兄 这件事的意义乃是 安息日对神而言 是做功之后安息 先安息后做功 来第二姊妹 神先做了六天功 然后在第七日安息了 但人是在他的第一日安息 然后才开始做功 好一起 人的第一日是安息的日子 这立了一个神圣的原则 神首先以享受来供应我们 然后我们与他同功 阿们 所以神先享受供应我们 然后我们才与他同功 好第三个终点我们同一起 安息日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创造 也应用于救赎 基督救赎工作的结果 乃是基督自己做安息日 阿们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旧约 特别是创世纪二章二字三节 到了新约你也看到这个基督的救赎 的原则也是这样子 所以基督为我们亲自上了十字架 完成救赎 请问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只是简单的相信 好连那个信都不是你的 是人家传福音给你 你请你吃牛肉面 不要吃了多少碗 对不对 没错吧 吃爱远 不知道吃了多少回 然后呢 你去听 听听听 哇 那个信 借着那个传道的那个话 进到你的里面 成为那个信 你对这个话说阿们 你只要说我愿意 就得救了 请问你做了什么 完全没有 就是享受 享受神所为你做成的一切 所以连救赎的原则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享受主 这叫做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救恩 对不对 完全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挣扎 只要我享受 我接受 我阿们 我就得着了 这就是救赎的这个应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终点 阿们 好 这里说到每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 就是神的子民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安息 所以你看这个安息日的原则定下来 就是所有的节期都是根据这一个 都是在神的子民与神之间彼此享受 有带下来的安息跟满足 所以你看这个安息日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劳苦丹重担 我们需要先来享受主的供应 先被主充满 你再去劳苦 是需要劳苦的 但是不是凭你自己在挣扎的 是你在享受中被充满 你自然去涌流生命 人看见你的脸 人看见你的光景 人就会被你吸引 因为你身上满溢出基督 就会被你的爱 被你的光 被你的这个甜美的笑容 被你彰显的基督吸引 这就是我们的传扬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传扬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所谓的扣法时间到了 我们就来扣法 扣法完了 就跟主耶稣说 拜拜 现在回家过我的稍微生活 或是过我的个人生活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乃是与主条为一 享受他恩典的供应 我们到哪里就是他的彰显 我们到哪里就替他代表 做他的代表权柄 我们背后为人祷告 为整个公司祷告 为整个校园祷告 神要在那个地方因着你 神要做大事 所以永远记得 神双重的目的要达到 就是需要我们与他的合作 天天享受他 让你身上满溢出主的恩典 人会受吸引来跟随你 你就有机会把他带到神面前 享受这个白白的救恩 好感谢主 下面很快两个小点 我们来很快的读一下 所以说五根六 每周的安息日 乃是 请爱怨处外相调 我们都跟弟兄姊妹相调在一起 因为这个是一个安息 是一个严整的安息 那第六呢 这个安息日 这个安息是向耶和华守的 这个很重要 是向耶和华守的 这表征什么 来一同读 神的赎名有份于使神喜乐 并享受的安息 阿们 所以我们是跟神一同享受 向神来守这个节 阿们 第三大理由很快来同声宣读 每年有七个节期 第一 七是完全的数字 表征每年的七个节期 乃是完全在神的丰富里 第二 基督 阿们 好 七这个数字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加六 或者是四加三 那这里呢 就是四加三 神所命定的 七个节期 那前面四个是在每一年的上半年 那后面三个是在每一年的下半年的七月 简单说 这个第一个节期就是育月节 他是几号啊 一月十四 黄昏的时候 他们就一家进到屋子里面 宰那只羊羔 门口打上鞋里面吃羊羔 对不对 没错嘛 烤羊羔来吃嘛 所以我刚才讲的烤全羊大餐 所以那家人是不少的哦 记得可以吃五十个人耶 不简单耶 每个人都吃的饱饱的 还有无教饼 对不对 拿这个房子 就是遮盖跟保护这一切全是基督 所以不是只有这只羊哦 等一下我们弟兄会再细讲 没时间了 那第二个节期就是第二天 是以色列出埃及 是这个正月十五号 就是无教节 当他们这个过了玉月节 就吃饱饱 对不对 外面有血做法理的救赎 里面有羊肉做生机的这个动力 救恩 他们就有力气 扛起这个家具 就往前出了埃及 就要过一个无教的人生 七天 所以从一月十五号到一月二十一号 也完整的七天 那之后第三天就是初熟节 就是安息日的次日 就是主耶稣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就是玉月节的羊羔被定 那天被定 第三天就是 主日 就是第三天就是主日 所以他是礼拜五被捉被定 然后呢 礼拜六安息 所以全地都安息 然后呢 到第三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的玛利亚不是去找他吗 他就已经从十里复活 就已经达到复活 所以是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 Amen 然后再过四十天 他与门徒们同在 讲说神国的事情 然后一百二十个人 在柔房上祷告几天 十天 所以加起来是不是五十天 是不是七乘七 四十九加一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五旬节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就浇灌下来 所以是不是头四个节 其实都已经应验了 对吧 我们都经历了 经历了玉业节 我们都享受那只羊羔 你都吃过了 你不要忘记哦 我们都在重生得救的时候 享受主这个全羊大餐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那我们同时天天享受他生命的供应 这就是这个玉业节 然后我们就过一个无罪的这个人生 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呢 对罪就开始有感觉 对特别的敏锐 所以有一个弟兄 刚刚这个信主 那他以前有个习惯 每天出去呢 就跑步 跑步跑步 那回来呢 正经过巷子口 看到啊 这个卖卖这个小笼包的 哇 这个每一次蒸笼一打开 哇 那烟就秒秒上升 那小笼包一笼一笼的堆在那里 那他有一个顽皮的习惯 他经过他就偷一个 然后回家吃免费的早餐 他很开心 我每天吃早餐都不用钱 那后来同学邀他去听福音 听到哇 里面产生性 后来就受尽了 很喜乐 第二天又去跑步 请问 他路过那家早餐店 有没有 再去拿 有拿的举手 没有拿的举手 一样 没有举手的举手 是什么意思 他习惯嘛 他还是拿的 但拿了之后呢 回家就不一样哦 他就觉得说 我昨天不是姓祖了吗 我怎么 这个小毛病还被改掉 他里面就觉得很沮丧 所以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同学 我昨天信耶稣 怎么我这个坏习惯 我怎么还没有改掉 到底是信真还是信假的 很急啊 他说你不要急啊 你赶快来赶快来当面谈当面谈 他就赶快跑去找他同学 跟他讲讲讲讲讲 后来他同学很聪明很智慧 就问他一句话 他说你受尽前偷包子 跟受尽后偷包子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他就说 我受尽前偷包子很快乐 完全没感觉 受尽之后偷包子 里面很沮丧 很难过 包子吃不下去了 他的同学就主了他一句话说 恭喜你啊 你得救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呢 因为有一个光明喜乐 圣洁圣别的神进到他里面 不就是证明他得救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以前我们人家讲我们一句 我都要讲他十句回去 对不对 苏拉摸苏丁嘛 对不对 以前稍微一点点 我就会马上做出回应 现在呢 宁可吃亏 宁可不讲话 还要背后为他祷告 本来在主面前骂一骂 主就说不要控告 要为他代祷 我们就这样经历嘛 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 对不对 常常都这样被主暴露嘛 然后我们率先悔改嘛 转到主面前嘛 对不对 我们就来经历那个主在我们里面的光照 叫我们过一个无罪的人 无人生 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 喜不喜乐 然后我们被带到照会中 享受复活的基督 甜甜跟提供姊妹 相调在一起 学习来配搭 学习来侍奉 真是甜美 阿们 我时间快到了 马上读一下 第四大典 玉岳节 一年的正月 就是一段时期的开始 好翻过来 这一个表征 基督做我们的救赎 是我们与神同享神救恩的其实 好第一个小点 请弟兄 玉岳节是神为他 使你所设立的一切结极中的第一个结极 必要基督是我们对祂 只想享受的开端 使我们开始莫过基督徒的生活 好第二个姊妹 整个基督徒的生活 都该是这样的结极 哈利路亚 整个基督徒的生活 都该是这样的结极 弟兄姊妹喜不喜乐 哈利路亚 我讲完了 感谢主 帮我们的弟兄 阿妹 这个我刚刚昨天晚上六点钟刚回来 因为我到韩国 这个一起配搭亚洲大专 那我们就是几个国家的弟兄们 一起配搭英语信息 那我们在这个信任里配搭很有趣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大家听 这个有一次这个有一次我们这个吃晚餐 吃晚餐 那吃晚餐呢 韩国的弟兄就跟我们讲我们吃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吃的是这个 来 这个是韩国弟兄说的 韩国弟兄说 嘿 我们这个 那结果呢 我们台湾的弟兄啊 就听成这个 那所以我们台湾弟兄听到说 哦 第一次吃这个 哦 OK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场有美国弟兄 所以我们就跟韩国弟兄说 不要告诉美国弟兄 说我们吃的是这个 千万不能跟他们讲 吃完再说嘛 然后结果 美国弟兄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有弟兄问说 你知道你在吃什么吗 然后美国就说很好吃啊 他说 他说 这个东西很好吃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这个 哈 哈 他们说我们在吃哈 哈 哈 火腿 很好吃 好吃的火腿 那我们当然台湾弟兄们就很紧张 想说糟糕了 这个这个吃完再跟他们讲 这样 后来韩国弟兄们才说 不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在一个亲人里面 这个语言的问题 这个语言的问题 事实上不是吃这个 就像是这个肉 鸭肉 对 本来是我们真的都在吃鸭肉 结果我们 因为发音不是很标准 结果我们台湾就以为在吃 狗肉 所以我们不敢让美国地人知道 因为美国地人 没有人跟他讲吃什么肉 他们以为他们在吃 活腿 所以我们这个服饰的地方 我们就调在一起 没有意思 另外一个没有意思 就是我这第一天 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桌上摆了一个狮子鸡 他就包起来 我讲说我们在台湾狮子鸡 都是拿来插手的 我就拿来插手 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又看到桌子上面 还有一个狮子鸡 我本来拿来插的 后来我旁边就说 你知道这干嘛 我说这个插手 他说不是 拿来插桌子 所以很有意思 反正就是 我们就在新人里面 调在一起 所以难怪我这奇怪 为什么只有我 有没有人 别人都没有 拿来一桌 只有一个狮子鸡 那是拿来插桌子的 不是拿来插 所以以后各位 你们桌上如果看到 只有一个狮子鸡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很得意 说耶 我先用 好不好 这个我们在一个新人里相调 这很有意思 反正就是 每天都有很奇妙的 事发生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感谢主 第一个终点说到 这个育月节 它是我们享受基督的什么 开端 要把开端两个字画下来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会开始有享受 一定要先有育月节 育月节才能把这个享受 恢复回来 千万不要觉得 享受基督很简单 神是公义的 神爱我们 但他不能够 不对付这个罪的事 千万不要认为神走后面 说好 我当做没看到 不行 我们有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要先解决罪 因为我们身上有这个难处 神爱我们真的没有问题 但他不可以说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当做你没有犯错罪 不可以 神公义 一定要先摸到罪的问题 懂吗 所以育月节很重要 没有育月节就没有开端 开端对我们来说 就是以前是零 是没有的 不可能 不要享受神很简单 没有这么简单 在神那里 是要应付公义的原则的 所以育月节就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开端两个字非常重要 第二个重点 他说育月节这次含有什么 越过 把育月过这两个字要圈起来 神越过了 我现在举个例子 大家仔细想一想 假如说神要回来 我们现在真的举例 大家想一下 不是大家自己下自己 现在一分钟之后 神就回来 他就在门外 看我们没人 我是说真的模拟一下 要模拟要模拟 你不模拟不知道那个有多恐怖 一分钟之后 神就在门外看 来检查我们 一分钟后 你怎么办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让神来检查你 你懂那个恐惧吗 神说检查就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过关 一个就是你死 我们现在要模拟一下 大家不懂得这个越过的宝贵 我们想说越过很好 就越过嘛 我们考试都说欧帕 这个一生都讲太多欧帕了 没差了 欧帕就是简单 错 你没有怕死 就是死 死人家一分钟之后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检查一次 你没有地方可以逃 神就在那里 一个一个看我们 看不过就死 我们讲的是真的 这种恐惧我们不是在骗人 我们没有开玩笑 结果怎么办 以色列人怎么办 以色列人躲在屋子里 是不是害怕 但他们有个路 那个路是什么 对 他们就把高梦给不起 就怎么样 我在哪里 我在他脸上 我在哪里 门没在哪个位置 各位 请问门没是在哪个位置 很怕 应该是对不对 他们在旁边 对不对 那个模型 是不是这样 请问是摸里面还是摸外面 摸外面 为什么要摸外面 不摸里面 给谁看 就是给你来检查的神看 再讲一次 我们都没有讲细节 不是摸里面给自己看 是摸给谁看 不给神看 结果神一看到那个血的时候 就怎么样 越过 越过一只是什么 他是走后腾 那我就贿赂我们一下 下次再说 是这样吗 不是 越过的意思代表什么 神满意了 再讲一次 不是走后门 不是说 当做就下次再来解决 不是 神看到那个血 就看到 他的儿子已经 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神看到那个血 很满意 他就觉得 好 审判过了 不能再生 不能再发怒了 就审判过了 他就已经审判过了 他就走了 因为他在永远里面已经 他的儿子已经被杀掉了 这样你懂吗 在时间里对我们来说 他还没有应验 可是在神那里 永远他的儿子已经被杀了 阿们 他看到的时候 他非常满意 我的儿子已经为所有人的罪死了 阿们 这个救赎罪罪已经全部复清了 所以他一看到大人非常满意 不是他爱我们就遮一个眼 不是哦 他看到那个审判 他审判过了 他已经在他儿子里面杀死他的儿子 也把我们弄审判杀死了 所以他看到那个时候 他就越过越过的意思就是 KOK了 我已经按照我的公义审判过大家了 真的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 越过不是指代表真的 越过是神已经把我们都 在基督律都杀死杀死了 真的 神已经公义的解决了 所以神还很公义的咒语 过了 审判过一次解决 不能再第二次 他就很公义的就走 真的是这样 神就叫越过了 虚弹中指的是叫越过 我们里面真的要保费那个血 不管你对这个血的认识有多少 对不起神看到他非常满意 这是重点 不管你今天还对这个血 甚至有一点点的想怀疑 对不起包含我们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 还不太相信神真的 神不会发明气 我还会觉得一点怀疑 不管我们的心情有多大 神看到那个血 是完全的满意 我们要对罪越过这两个字 非常的宝贵 越过 哈利路亚第一小点 审判的神就越过了我们 审判的神越过了我们了 他审判过了 他不能再第二次了 他已经一次结束他的审判 太棒了 第二小点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救赎的神 自己做什么 做研习 太好了 在外面 他知道他已经审判过 但在我们屋子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在屋子里就是小受 我们在屋子里面是研习 哇我们的神 我们预备的救恩 真好啊 法里的救赎是为了神自己的 生机的拯救是给我们的 如果这不叫爱 请问什么是爱呢 第三重点 玉月节 基督不仅是那个羊羔 更是怎么 整个的玉月节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只是留在神越过 我们要享受 节旗啊 不要只是躲在屋子里面害怕 不要 不要再做这个了 我们要在屋子里享受 节旗 基督徒的生活是开始于 节旗 第一小点 这是完成神永远的经论 法里一面 借着他的死 成就了完全的救赎 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血 就是完全的救赎 你想看 当时你是不是人在家里面 每一个家 不管他里面有什么人 好一点的人 坏一点的人 失败的人 成功的人 懂吗 但是那个血 通通应付每一个家 你有没有想过 神是越过每一个家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万个家 里面有一万个家庭 不肿的人 神越过了同样的血的时候 他都没应付 你懂那个感觉吗 所以每一个家 神都可以越过去 想看他那个一样的血 每一个家 他都可以越过 这个何等的救恩啊 不是只有 我们的家 这个血可以应付 别的家 神就说不行 这个血 有缺陷 不 每一个家涂上 同样的血的时候 神都说 没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害怕 真的 我们里面的血 要有完全的相信 太好了 每次要坦然借着 他的来到 师恩的宝座去 太好了 第二小点 为了做我们的预约节 他在石家上就怎么样 被杀陷阱 刚才我们所形容的 就是这个 使我们都蒙救赎 就与神和好了 再讲 不是走后门的救赎 是光明正大 神审判过我们 所以神与我们 已经完全和好 没事了 太好了 没事了 第三小点 基于这个救赎 我们可以在神命前 享受他做这个 节 所以我们今天 在享受这个节 A 在这节中 不可有教 B 最和救赎的基督 是怎么样 不能并存的 第四终点 预约节的宴席 是神完全救赎的表征 完全的救赎 是说到没有留下 任何一点没做 完全的救赎 是将神所节选的人 带尽对他自己 完全的享受 完全的救赎 画下来 完全的享受 画下来 完全的救赎 是神做的 完全的享受 是给我们的 太好了 我们真的是在安息里面 完全的救赎 是神做完了 完全的享受 是神留给我们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 来享受他 Amen 第五终点 享受什么 主的桌子 主的桌子 就是一个筵席 他顶替了 他也继续了 预约节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是天天享受的人 我们不是一生只享受一次 我们是天天享受基督的人 月节不是一年一次 月节不是一周一次 月节的这位基督 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常常来享受 不要一周才一次 我们要天天来享受他 所以第一小点说 今天在造会生活中 看到没有 这就应用 我们不要只是一年一次 一周一次 不 我们的生活是天天的 天天的 我们要天天赴这个新约的研习 这个赴研习的结果 下面说 在要来的国度里 会完全的应业 不要想这个 享受研习会老旧 不 我们越享受基督 是越新鲜 这个世上的研习 吃完都会吃没有 对不对 同样一道菜就算三珍海味 吃三次 对不起 没胃 但是基督这研习 不会吃三次 就觉得 嗯 旧了 不 我们到国度里 还要全心享受 你就知道这个研习 是多么的包罗呢 第二小点 月节是一个研习 三个阶段 第一 玉月节的研习 二 主桌子的研习 三 国度里的研习 所以在旧约 在新约 在国度的时代 这个研习是一直为着我们的 第五 月节之后就有什么 对 无教节 无教节表征 无罪的基督 要成为这个研习 做我们在无罪生活中的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是的 神的审判已经完全的越过我们了 完全的救赎 带给我们完全享受 但我们在地上怎么办呢 我们的肉体里面是不是还有罪啊 腰子妹 你知道你肉体里面有罪吗 知道的举手 我们肉体中有罪的举手 感谢主要第一个举手 对不对 好 谢谢 懂吗 那怎么办 请问怎么办 我们肉体中很有罪哦 我们没有拔罪根哦 对不起 没有这回事 大家都一样 我第一个举手 怎么办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享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玉月节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今天享受的 就是这样的一部分 要做什么 无教的交集 非常重要 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个东西 好 第一终点我们一起读 无教节紧接在玉月节之后 所以这两个节期是一起的 前者 玉月节是开始 后者 无教延续 对 所以呢 我们要享受这玉月节的延续 就叫做享受 无教节 这样清楚吗 是的 玉月节是为了神 怎么样 他已经公义的越过我们 但是越过完 还有后面的生活要过啊 你不能说越过就没事啊 我们随时不小心啊 我们就会犯罪 对不对 我们都承认 不注意我们就犯罪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 继续享受这个玉月节 继续的玉月节就叫做 无教节 对 这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的 第二终点 守除教节 就预表享受这位基督做 无罪的生命供应 画下来 无罪的生命供应 他能做什么呢 他结束了一切 有罪的事物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竭尽我们自己 我们越想要去 I will 我们越想要去做 我们就越失败 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和死的力 千万不要立志 这个我们一立志 马上就要失败 我们不要立志 我们要让这位基督来 他有这个能力打败 这个罪与死好不好 我们要一直转向他 我们要让他来做 好 这就是这里的重点 不要想自己去解除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 要享受基督 第一条点 以色列人中不可见的发酵物 表称我们必须对付什么 所觉得的罪 画下来 所觉得的 只要你现在觉得的 就对付 没有觉得的 先不要对付 千万不要中仇利的诡计 他会控告你 你明明没有这个 他就把你以前的 所有东西都翻出来 就告诉你 你很差 你不要来聚会 用什么也很差 定罪他们 懂没有 小心 千万不要中计 千万不要中计 在这里说 在我们自己的法告里面 如果我们有感觉 主啊 我犯的罪 你就对付这个 这个就好了 好不好 没有感觉 千万不要拼命自己去想 那个就是自行 自行 自行是很危险的 千万不要做自行的事 然后呢 下面说 觉得的罪 就是对付什么 显明的罪 看得见的罪 好 接下来我们翻过来 对付显明的罪 就是守处教节 弟兄姐妹要不要过这个节 那我们要不要对付显明的罪啊 换句话说 你没有去对付 就没有过这个节哦 对 你看我们都说 我们要过这个节 可是我们 很久没有对付了 对不对 真的 你想想看 上次对付是什么时候 你记得几月几号吗 今天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昨天呢 生意越来越小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没有过节啊 这样懂那个意思 弟兄们写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说 没有我在过节 可是我一问 没有啊 我们没有去对付啊 对不起 这是真的 弟兄姐这个纲要 是这个意思要核对 你真的在过节吗 那你有沒有对付 你要去对付 就会享受啊 所以下面B说 我们若容忍 你看到没有 你不过这个节 你要做什么呢 你在那里容忍 容忍 曝露出来的罪 结果你就怎么样 失去了 神子民交不通 享受 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 你不去过这个节 就没结 你不要说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在聚会里面 大家有人觉得 他都不要很兴奋 你就是不快乐啊 你说他今天就是不喜乐 讲什么东西都没反应啊 这听不懂 对不对 这太深 是不是 这东西不属于我 人家都觉得很好 你都觉得 哇 没味道 我不要来 为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在对付 结果我们容忍的结果 自己失去 神子民交通的享受 现在听我什么 有时候聚会真的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 不是谁在这边讲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要过节 你不去过这个节 不去对付 人家都在过节 对不对 你还不高兴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自己起来过节 好不好 主啊 天天我们花时间 好不好 第二小点 基督是我们的无教饼 是我们纯层真实 无罪的生命供应 绝对纯净 没有掺杂 也满了实际 我们一起读 除罪 唯一的路就是天天吃无教饼 所表争之基督 这因死无罪的生命 B小点 我来读 无教饼表证 无罪的基督 要分次到我们这些 他的信徒里面 作为无教 无罪的元素 基督是无教饼 是属灵 神圣的食物 使我们无教 我们要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是要拔罪根 但我们要享受这位基督 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C 当我们这样接受基督 做我们生命 那个无教的生命 纯净人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会怎么样 纯净我们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 下半说 那吃我这纯净的 懂不懂 那吃我 这个我是谁 就是没有罪的呀 你吃 结果觉得 你就能因他活着 那个纯净无罪的生命 就活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过生活的秘诀 再讲一次 我们千万不要立志 今天我读到这个无罪的生活 我现在就想要对付一下 你这样一起动 不得了 你就会更犯罪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 要吃我 好不好 忘掉 忘掉 现在不管你有多弱 都不要管他 就来吃 赞美 欢呼 真的 你就这样子 不知不觉 那个纯净的生命 就进到你里面 你也是不知不觉 在活他 用准备 不要去分析说 现在我像不像他 你这一分析又中计了 千万不要分析 我现在是不是在活基督 你不要去管 你只要管一件事 我现在有没有继续享受他 就好 只要注意这件事就好 其他都不要管 你现在吃完食物 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 吃完之后 你会一直分析说 刚才那个猪排呢 刚才那个花椰菜呢 在这吗 他现在是不到我这里来 你是有病 你吃完基督了 现在我是在活吗 我活 我说话呢 我的天 你不是有病吗 好不好 拜托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就是一直注意一下 我刚才有享受基督 有我刚才有享受 我觉得喜乐了 我觉得有力量了 恭喜你 这样就够了 好吗 好 下面感谢主 我们继续来看 三小点 基督作为无教秉师 我们过一种什么 纯净的照会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这样 享受的结果 我们就有一种新的照会生活 怎么样 羡不羡慕有新的照会生活 A 照会中不该有教 教在圣经中表征一切 消极的事物 错误的道理 实行 恶行 有罪的事物 B 我们需要成为什么 心法 照会是有信徒在 心性情理的 主持人 我要再说 照会中不该一切消极事物 在我们身上 不会是太罪恶 但是常常发生 就是可能我批评人 对不对 我抱怨负责弟兄 对不对 负责弟兄又做错了 对不对 负责弟兄又不知民间疾苦 对不对 负责弟兄就很苦 对不对 怎么办 这个也是要享受基督来接受 我们要再讲 我们不一定会做什么恶行 对不起 你会觉得那不是我 但是我们可能天天 我们都可能在一种批评的感觉里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很不满意 这个安排也不满意 那个安排也不满意 小心 我们没有大的 这个小蟑螂啊 不断地跑到我们身上来 我们要好好来享受这个基督 这样享受的结果 我们就成为什么 星团 哈利路亚 我们新信心来组成 这就是新的照会生活 第三终点 无教节要持续几天 七天 七就表着我们基督徒生活到 整个期间 我们都需要羡慕过这个 整个期间不一样 好不好 不要只是得救那个时候 知己都来注在我心 现在这首歌你好久没唱了 唱不出来 你懂了感觉吗 唱不出来 你很羡慕那个刚受尽的 好羡慕 他唱起来好开心 我已经好久不敢唱这首歌了 我们要来享受它 我们要唱新歌 第一小点 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期间是什么 无教节 应该是无罪的 无罪再讲一次 不要立志 千万不要去模仿 我们现在讲的是享受基督徒的意思 二小点 我们已经蒙救赎脱离罪 现今这无罪的救赎主 你看 无罪的救赎主 乃是我们一生的节旗 我们一生的节旗 就是来到无罪的救赎主这里享受它 只要记住这件事就好 其他都不要管 第三小点 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享受什么 再讲一次我们要享受 下面说我们要享受 接下来我们要享受 来跟身边的同伴说你要拿三重的享受 好我们彼此鼓励好不好 这三重的享受是我们基督徒一生 第四重点 在无教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都当有什么 省会 劳碌工都不要做 我们从头一日 叫团体的享受基督 然后并无人为的劳苦 执行完基督徒生活的全程 希望我们至少我们参加露宇 这个现场训练好不好 我们团体的好不好 团体的意思就是不要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这边参加这个训练 我们都愿意这样来享受它 好吗 团体的意思 至少从我们才开始嘛 好吧 然后第五重点 将火祭能够献给神 怎么样 七日 就表着完整的时期 我们基督徒生活整个期间 要不断地把这样一位基督 献给神做食物 所以神在渴望有谁团体的 把这个享受给他 我们如果是今天没有享受 这个延续的愉悦节 在聚会里面 神也不太开心 有时候我们的聚会也很奇怪 我们都做了该做的动作 可是觉得里面不太多 你懂吗 弟兄们也交通了 圣徒们也分享了 诗歌也唱了 导导也有 懂吗 可是去完会之后 觉得好像缺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跟神觉得 我是不够的 你懂的东西 不是外面的手续不够 对不对 九点半做到十二点 还不够吗 那你为什么觉得 做那么两个半个时 还觉得不对呢 因为神说 食物不够 懂吗 食物从哪来 负责利用的错 错 不是负责利用的错 是我们真正能够 献上这种享受的不够 对不对 来的人多 带着真正线上的人 就有两个 懂吗 所以神说我也很饿 然后大家都觉得对 我也很饿 我们里面的饿 就说明我们的神也很饿 我们需要怎么样 过团体的照会生活 我们的聚会才会一起有火际线 第一小点 主的言习 我们要向全宇宙展示 一周当中 这就是应用 刚才我们说的 要天天取用其力 做无教的食物 然后呢 做我们无罪生命的供应 我们就同着它来敷衍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这个东西 我们有时候缺了这个东西 我们人来了 但是没有带着它 享受过的它 结果它就不满足 我们也不满足 二 然后我们就会将所享受为食物的这一位 献给神怎么样 使它满足 好不好 愿主祝福我们的主日聚会 我们一周都享受这样的 它 我们都同它 来到这个聚会 当我们祷告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 哇 今天的聚会啊 无法形容得美 好不好 好 我们两个人祷告 我们停在这里 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的节旗 它是我们的安息日 是我们的愉悦节 也是我们的除笑节 好 现在请弟兄姊妹 有感觉的 我们开放 现在五名 弟兄姊妹可以上来分享 每个时间大概30秒 30秒 请大家把握一下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那我先分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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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喜乐 是我们有动力能够来服侍召会 不是弟兄姊妹 那我们也需要这个吃 吃这个 吃基督 这个 享受他做我们的这个除笑节 阿弥陀佛 我们就不管说我们在吃了什么 我们不要去想说他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吃进去 我们就想说 我们有没有想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把它吃到我们的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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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会想的 阿弥陀佛 就是满享受弟兄们讲的 不管吃什么 就是要管吃去 吃去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吃基督 吃下去之后 就是 享受他 阿弥陀佛 做我们的愉悦节 然后 再吃五秀 阿弥陀佛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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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我们非常摸着这边 弟兄像我们说到 我们基督徒一生日子中 都是节期 我们都需要来享受这个主 他说到这个无效节 就是表征无罪的基督 他是紧接在这个 月节过后的 所以我们今天若是要过这个除效节 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 认我们的罪 那我非常光照我其实很久没有认自己的罪了 我需要好好的到主面前 来认我的罪 来享受他做我们无效节的 节期 阿们 在创设计里 神是先工作六日 安息日是神的第七日 是世人的 第一日 这说明一件意义 神是先做工然后安息 人是先安息 然后做工 阿们 做工六日 然后在第七日安息 人在第一日安息 然后再工作 人在第一日是安息的 这个建立了一个 神社人员者 神是先以享受来供应我们 然后我们再与神同工感谢主 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 建立这样一个神圣的原则 我们人的第一日是安息的日子 人一被照就是进到 这个就是到安息日了 所以说可见我们对神 我们要来享受神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享受神来 用享受来供应我们 让我们有力量来与他同工 那也很宝贝 吴孝节要持续七日 表示说我们这一生中都要过这样子 无教的生活 如果没有罪的生活 这是我们一生的节期 我们享受这位无罪的基督 让我们过一个无罪的生活 好 我们是 我们非常莫早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一夜贼啊 就是除了法理的救死以外啊 法理的救死是一个开端 但是我们还要持续 所以呢 这个这个一夜贼呢 就是自动呢 就是要持续的 就是一夜贼的言习 诅咒族的言习 还有佛度理的言习 所以我们要持续 享受基督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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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们 那这篇信息呢 一开始看到这篇信息的偏题 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就好像要外面显得很欢乐啊 或是有一种就是说好像摆脱一切的阴霾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很开心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今天弟兄们拔高我们的观念 阿们 阿们 就是我们其实这样的节旗乃是耶和华所命定的 阿们 那这个 在出埃及记那边就讲到说我们这个 荣我的百姓去 他们好侍奉我要向我守节 阿们 所以在神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他就已经命定他们要守节了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跟他们讲说守什么节 阿们 但是在立位记这篇感谢主 我们可以来看到 阿们 这个守节的这些内容 阿们 那这个节旗第一个就在这篇信息提到就是每周的安息日 阿们 那安息日 这个节旗 指明就是说就是神 蒙神救赎的人与神并彼此要同享这个安息 阿们 每七日都有一日为着安息与享受 阿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会安息 阿们 然后就是能够来享受神 阿们 那因为安息日的原则就是我们该停下我们的工作 然后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 阿们 并且成为一切给我们享受 阿们 所以神 这个六日这个创造之后 他就 第七日安息了 那 但是人呢 却在这个 你们 却在这个时间 神 神安息 却是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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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来享受这个安息 阿们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种 真的要有一种转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会真的是来享受神 阿们 那这个我之前 所以应该说最近一直在想这个使徒保罗的 他的一个心境 他这个菲利比书他就讲到说他每次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阿们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阿们 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到不用姊妹我们就会想要在神面前数落他们的不是 但是我相信使徒保罗他真的是一个懂得安息的人 阿们 因为他相信神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所做的 你们 绝对是有他们的 他的目的 阿们 所以他可以先享受神做他的安息 他才讲出这样的话 他可以为众圣徒他去感谢神 阿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享受安息 阿们 然后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每年有七个节期 那七个节期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阿们 那表示这个每年的七个节期乃是完全在神的丰富里 阿们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生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需要享受神的丰富 阿们 那后面就开始介绍这个逾越节 还有这个途教节 那逾越节 刚刚弟兄点到这两个名词都是很摸摸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 第一个就是预表 因为他是第一个节期 所以他就是一个 基督是我们对他是享受的开端 阿们 必须要有开端我们后面的 阿们 才能够一并的享受 阿们 那这个开端是什么 就是神 阿们 藉着这个基督的救赎 阿们 使我们都开始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阿们 在十字架上已经被杀 献祭了 阿们 所以享受这样的过程 阿们 我们也能够 阿们 享受这位救赎的基督是这个 阿们 这个羔羊大餐 阿们 的现实 所以不只有法理的 也有生机的 阿们 那这个逾越节的夜席 不只是 阿们 当初在旧约 以色列人他们所享受 我们今天在主日 我们享受主桌子的宴席 阿们 我们也是一种逾越节的 阿们 享受 阿们 将来在国度里的夜席 更要成为一个永远的享受 阿们 那 但是享受主 当然在逾越节的时候已经 这个主已经这个 越过我们了 阿们 但是呢 我们里面还是有这个罪的成分 我们可能还是会有过有罪的生活 我们就需要过无教节 阿们 那无教节 那守族教节 就是要 这里就是要天天吃 阿们 天天吃这个无教的基督 阿们 只有这个无教品所预表这个基督 才能使我们过一个无罪的生活 阿们 不要想去立志 阿们 有时候我也自己也是常常想 阿这个不要再 不要再这样 不要再生气了 他常常一这样子讲 马上就被暴露 阿们 但是我们需要享受基督 阿们 那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 真的是要诚心 阿们 不要怕人家约你成行 阿们 我们都需要享受基督 我们需要一生的享受基督 享受安息 享受神 并且享受我们的救赎主 阿们 这一篇跟下一篇就在讲到节期 那在突埃及记的时候 主就讲了 要容我的百姓到旷野去向我守节 那到底守什么节呢 到了立位记就讲得很明白 一年有七个节期 那这篇讲到有个安息日 每周都有个安息日 那讲第一个节期 逾越节 第二个节期 福教节 那其实一年七个节期 都是在安息的原则里 安息的原则里 所以呢 神不仅要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 更要我们呢 在旷野向祂守节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照会生活里呢 天天要过一个节期的生活 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 那什么叫做向神守节呢 就是说 借着在基督面前来享受祂 然后呢 以祂所要的敬拜来敬拜祂 这包括奸祭 真正的祭物就是基督 阿们 那神所要的敬拜 就是我们对祂的享受 与祂一同享受基督 再把基督献上给神享受 这个是真正的敬拜 那当年呢 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就吩咐他们 将来他们进美地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进到美地的时候 每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 去敬拜过节期 在耶路撒冷面前一同的享受和安息 那在立位记号十三章的第三节 有提到说 每周都有一个安息日作为节期 这表真说蒙神救赎的人 跟神彼此也共享安息 所以每周都有一天 是为了这一个安息跟享受 那除了每周有一个安息日以外 每年都有七个节期 那为什么是七呢 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就是说每年的七个节期都涵盖在 包含在基督的丰富里 那基督是节期的实际 基督是安息日的实际 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体 阿们 那我们知道 月节是每年的 犹太律法每年正月的十四号 那基督那天做我们的救赎 被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 那他是我们与神同享救恩的开始 所以神为他的子民 预备的第一个节期 就是我们开始享受基督的一个开端 有这么一个开端 后面就有一个延续 所以我们开始过一个基督徒 享受基督的生活 那事实上主耶稣在御月节的 在御月定时假的那一天的晚上 他就陪着门徒们一起过御月节 之后呢 他设立了他的饼杯 就是主的宴席 就是我们现在的波饼聚会 那在整个新约时代 每一周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节期 就是主的宴席 波饼聚会 这就是我们每周的节期 在这个恩典时代 召回时代 我们要周周这样过 在将来的国度时代 我们还要对基督有一个新鲜的享受 这样的享受 要一直持续到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享受基督 这位神圣三神是我们的宴席 我们在那里很荣耀很喜乐的在那里敬拜神 再提到一个无教节 无教节 就是说从真月15号一直到21号 这七天就是一个无教节的节期 它是延续玉岳节 那表征什么呢 表征这位无罪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宴席 那我们能够过一个无罪的生活 那如何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 但是我们身上还有罪、世界、肉体、撒旦 还有一大堆消极、负面的东西在我们身上 所以难怪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太喜乐 如果我们没享受主 我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很难过 离了主什么事都不能做 所以神不仅是要我们脱离罪和审判 神实在是愿意他的子民过一个无罪的生活 那离了主真的是没有办法过无罪的生活 因为主耶稣在地上 他过了才是一个无罪的生活 愚人无伤 有神性的光辉 有人性的美德 这种生命、这种生活 离了他我们是没办法过的 感谢主我们需要天天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的话 基督的灵 真的是刚刚刚讲的 享受的时候就不要去分析他 不要去分析他 吃了就对了 吃基督就是路 我们实在是要天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无教节 天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无教饼 让他这个无罪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成为我们的供应 成为我们的享受 我们才能够活基督、显大基督 过一个无罪的生活 阿们 阿们 总管那边有两件事情报告 等一下呢 我们聚会的 第九堂课的这个时间是晚上七点 请丁佣姊就是能够把握一点时间 赶快休息跟吃饭 那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 等一下也请这个南医区的丁佣姊 准备预备待会儿的考试 好 继续到这边